记者陈勇南京报道不出意外,国族仅仅以一笔灵机败脸,引发料国内媒体和球迷一波又一波的抛击和吐槽,国族似乎也有很多表现来为吐槽提供佐证,比如最后一传问题多多,比如把握机会能力非常欠缺,更比如防线还差点出问题,很显然,这不是大家期待中的国族的表现,期待中的国族应该是,攻守兼备,精神层面有所改善, 但所有人似乎都忽略料这样一个现实,这是一只刚刚换血的国族,中国杯阵容中的11人离开料,其中不少都是球队主力或者主力替补,而像张希哲哲要理脾气重的球员,因为比赛不足等原因也无缘国族,这一切都带来料国族实力的下滑,这人本也是换血和改造的代价之一,如果从这个基础出发,本场比赛国族一比零击败脸,便其实不必过于苛责, 相反,和泰国比赛或许更具有参考意义,李皮非常满意,求胜欲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,李皮并没有像球迷想象的那样对比赛表示不满意,他表示,本场比赛的作用不是用结果体现的, 我更感兴趣的是用这场比赛去考验新人,去验正球队的打法,我们集训以来有很好的训练强度和精神面貌,这场比赛也是为了验证集训成果,我们有很多的机会,但没有能够把握住, 其实对于比赛的强度以及球员取胜的欲望,也是我最满意的一点,但这反而更加凸显料最后一传和遗事上的缺失,我们本该取得一场大胜,但因为在门前不够老道,因此错失料大比分获胜的机会,李皮表示,说起来,国族重新集结以来,李皮的心态一直显得非常轻松,在前发布会的时候,当记者向政治提问, 政治也介绍料自己的想法之后,李皮便主动接过话,表达料对政治的搓扬,而当说到下雨的天气时,李皮更是开料个玩笑,我敢打赌不会下雨,在过去一年半时间中,一直跟随李皮的国族记者们,都清晰地感受到料这一点,但在李皮表情清风的背后,国族和李皮对玉队员的精神要求,反而是他职交以来最高的,以前的李皮,不用刻意强调精神面貌,但中国杯的惨痛教训, 让李皮不得不重点打造精神面貌,25日的赛前训练便是例证,这一天原本是赛前适应长的训练,但因为下雨,训练长,由江宁体育中心更改回江宁基地,李皮在去江宁基地前也表示,我们也可以不训练,2013年亚冠决赛前,我们就在酒店走廊进行料简单的活动,所以即便不训练,也不影响我们明天的比赛,与继续下,但李皮却决定冒雨训练,70岁的他, 更是站在雨中和球员一起,这个镜头让很多人被颇为感动,有人说,这是李皮敬业,有人说,这是李皮对国族感情比较深,可能都没错,但在记者看来,李皮是用自己的行为严格国家队的纪律规范, 改善国家队的精神面貌,提升国家队的求胜欲望,毕竟,身先士族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方式,就在此前两天,中国族协分管国字号球队的专职职位蔡永专程赶到江宁,公布料新版国家队男族纪律管理办法,并要求国家队队员签下国家队员行为承诺书, 国家队男族纪律管理办法很有必要,但客观来讲,国家队员行为承诺书,有流域形式的嫌疑,但李皮没有反对,也说明他确实很看重球员的精神层面,实力下滑国族当前的大问题,回到中缅之战,1比0的比分肯定无法让外界满意,但这场比赛反映出来的东西确实如李皮所说,并不是比分能反映的,国族在这场比赛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, 随住一些非常熟悉李皮记战术体系的老队员葬别国家队,国家队目前的阵容可谓是一半老人,一半新人,以国族和缅甸的首发阵容而言,中后卫是全新的组合,两个边后卫此前也长期不在国家队,后防线刺棉球员货,有张银鹏一名老队员,中长岛都是老队员,但封县除了无类之外,肖智原本不是国族主力,而黄紫昌则是一名新人,战术不熟悉, 新人多少有些紧张,这些都是造成国家队表现不佳的因素,实际上,如果封县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,这场比赛很可能是一个大比分,如此球迷反而不会苛责国家队, 其实,在绝大部分时间内,国家门的拼抢是极为凶狠的,这些时间内,国族前长和中长的疯狂逼想让缅甸队,根本初步来球,缅甸队偶尔能够把球推进到中长,也会很快被阻断,可以说,尽管对手是缅甸队,但国家队没有懈怠,相反拼抢积极且凶狠,这也是李皮最为满意的地方,真正值得警惕的是, 下半场国家队开始贯人之后,球队出现要混乱和麻烦,第61分钟,时中国替换无锡,第70分钟,范晓冬替换政治,第81分钟,邓航文替换赵旭日,此时围有的三名首发中长全部下场,此时,国家队的中长也陷入一些混乱, 连变队也因此打出量一些有效的反击,或是没有能够把握机会,这也意味着,全新的中长组合在配合方面出现量一些问题,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 吴磊,政治等老队员,在国家队的作用,在这场比赛中得到量明显的凸显,政治的核心作用非常明显,吴磊和是国足最有效的攻击点,并打尽量至山一球,这反过来也证明, 坏血之后全新的国家队,其整体实力的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,而在以往的国家队,无论李皮对球队进行怎样的调整,不管是换人,还是更改阵型,球队的表现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,受困于精神和实力之间, 对于国足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,李皮再一次强调,锻炼新人,磨合阵容才是目的,哪怕是和泰国队的比赛也是如此,不过,中国足球原本就是浮躁的, 尽管此次国家队的大换血和改道是迫不得已,但从去年11月份一直到现在,半年多的时间国家队始终表现不佳,李皮也不得不面临逐渐增大的压力, 但李皮不得不这么做,从去年11月份的腰选赛,到今年3月份的中国杯,国足皮他的表现让李皮不得不套下决心换血,他很清楚换血的代价,但他更清楚不换血的代价, 过往十多年中国国家队的军力,充分证明了,如果不换血和改革,国足可能会一路下滑,换血会让李皮承受代价,但至少有致知此逼而后生的可能, 如果国家队持续上扬,见识对于那些有实力的老队员,是召回还是放弃,李皮自然也就游刃有颜料,而在另一个方面,从2022世界杯备战的角度考虑,李皮也有必要在新老交替方面迈出步伐,李皮所能依靠的, 或能是这些新入选国角的求战欲望和荣誉感,而所承受的,必然是实力的下滑,以及继战术体系的混乱,而改变这一切的或能是比赛, 所以此次国家队安排要两场比赛,包括一次出国比赛,而在亚洲杯之前,国家队还安排要多次比赛,同样包括前往西亚比赛, 值得注意的是,在李皮改造国家队的前后,相关方面对国家队的改造也在同时进行, 比如中国被禁止纹身,以及此次要求国角签署国家队员行为承诺书,都是相关方面采取的措施, 应该说,这种措施看着也没神魔不妥,但在当前,这种方式还是引发廖国角心理层面上的一些反应,甚至不排除逆反心理的出现, 这反过来也影响廖国家队员的表现,所以,此刻国足的环境,可能是李皮执教国足以来最为复杂的,而改变这种困境的办法或有一个, 在随后的比赛中,国角们拿出出色的表现,以此彻底改变国足内部的氛围,同时改变外部的娱乐环境, 感谢观看,喜欢视频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